给个案例啊 Company A的chart是这样子的 它是more on consolidation Company B的chart是这样子的 你会投在Company A 还是Company B Company A 它掉40% 反而 Company B 它起50% 你会投在Company A 还是Company B 有些讲A有些B 有些讲Need FA very good 有些讲要fundamental value ok very good 有些讲要看账 ok good 没有错 同学们 来大家认真看啊 这个Company A 和Company B 其实是 一样的公司 大家认真听认真听啊 你们看啊 什么公司 Netflix Netflix有没有掉啊最近 昨天啊前天啊 500掉到400块很多人就干净了啊有没有 这个我跟你们讲大家大家 type Oh 哇 Market is overreacting 听懂吗 Market is overreacting 你们看啊 Company A咯 刚才这里我刚才跟你讲咯 Netflix有没有掉40% 有啊 掉了他在consolidate吗 然后他就慢慢有 Gap up 上去 这里看到吗 Company B咯这里 Boom 起50%咯 这里 Boom 这边 那大家认真看 为什么给你看这个案例 你们看啊你们看啊认真看啊 这个图片 Show us 什么 一个公司 当他没有赚钱的时候 他只有梦想的时候 他只是在 up and down 这样罢了 yes guys but The moment gap up happen 什么情况上有这种 boom 发生啊有一个同学讲 Net income positive Very good Very good 你们看 那个b的那个gap up呢 是大概17这个时候发生的 为什么呢 17年开始这个时候呢 他开始赚钱 你们看啊 一开始 没有赚钱 他只有梦想 他只有 这个整个look 他要做好这个 做好那个 他要做这个increase subscriber 他找marketing 请这个 转他整个生意模式 换到来 公司一直 77777 相信他的一直有进来 然后呢17年 但是他 都是还没有赚钱公司 因为他烧很多钱 他之前没有Netflix production Netflix movie 都没有的 因为他自己烧很多钱 然后同17年他开始赚钱 开始赚钱 Investor看到那个关灵马的光了 发生什么事 来了咯 啊 来 股票 overreacted 上去 他上去based on 他的value 这个股票的价值在哪里 内在价值在哪里 他就上去based on他的 股票的内在价值 www 装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